刘特佐他妈当时去看望他一个老乡 这是孟建柱的秘书陈真说的 当时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他告诉说 孟的师生子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 就这孙女君老不早都找到 就给人家扶去了 这个时候是哪啥时候知道吗 刘特佐还刚刚还在英国外面起来呢 20072008年 这个世界还不知道 刘特佐这号人物的时候 说刘特佐是当时的妈妈 找一个老乡去看望去 给孟建柱做饭 这孟建柱性情发作 这六块鸡肉做了 跟他娘就是发生关系了 几天后老娘回去了 结果怀上了他的孩子 就这去了一趟帮他做几顿饭 给做出一个孩子出来 这人就叫刘特佐 孟建柱在外面的师生子 最起码就一二十个 大部分人在哪里呢 都在上海 就在上海这个 在共青团的时候 红兴农场的时候 当时是孟建柱是逮着谁都睡 后来很多人来找他来